沈小姐近日一番表白 可珍珍叫人动容啊 三年前 你为护我母子 置身上京 去暗中派展阅保护 前几日 你更是夜叹九四 为我沈家洗刷冤屈 裴眼珍 你以后 莫要一个人拦下所有 以后有我在 有何事 我们都一同承担 可好 若非知晓 她这三年来与宋喜远 情投意合 水性洋花的 本姑娘还真就信了呢 裴眼珍 沈庙不过是个商骨之女 她有 我让她来 恭喜裴大人 裴大人艳福不浅 奈何却不懂得怜香惜玉 什么样的 三年了 沈庙心中的天品 早就已经倾向了宋喜远 你今日这一出 更是伤透了她的心 如今就算你知道她去哪儿 不还是一样要举其谬陈 妙妙 我娘曾经跟我说 掌心的纹路是上辈子心爱之人纠结的发丝 留下的印记 你说啊 爱一个人得爱多深 才会握她的发丝 握到刻入掌心呢 如果 头发真的可以印到手心里 那定然是要把头发 转头 那被爱之人也太倒霉了 我娘苦练着我爹 可是最后 却落了个玉碎相消的下场 我不甘心啊 妙妙 这么多年以来 姨娘环顾 树地窥伺 家业轻颓 我无所依仗 我花了好多的力气才活了下来 才让宋家不至于败露 并且有了我今天的地位 我知道人呢 不该占尽世间所有好的事物 求人得人 便该知作 可是 我只想贪求这一次 你懂我意思吧 好吧 我承认 你娘 很爱你爹 爱得很深很深 至少比宋家的盈库要是 你听的都是什么呀 上句不接下句的 不是你逼我承认的吗 依我看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可以相信男人的那张破嘴 即使你爹 为你娘种下一针 片羊眉莲又如何呢 你爹还不是气切成群 你娘 还不是寒恨而终 我跟你说啊宋三 如今我呀 没有感情 唯有怒气 可是啊 我娘临终前跟我说 她至死不回 我原本也觉得她执拗的 可是现在 我竟然萌生了 跟她一模一样的想法 或许一开始 我就不该娶你的 本本分分做个当家 一心守护 祖宗的家业 扩大我宋式版图 也不为这些儿女私情感到困惑 可是 这辈子 我最庆幸的事情 就是遇见你 放开她 你 still在 sell nis 您 如果 不然 你自己在扩 Unter 我酒品不好啊 可是将你罢完了 灭儿 怎么是你啊 为何不能是我 阁下既然对我无异 为何还要再来聊拨 阁下既对我有异 为何要做昨日之事 昨日 昨日发生什么了 姑且放心 昨夜你喝醉了 我把你扶回来 仅此而已 多谢 你放心吧 我擅入你闺房之时 不会外传的 我这就走 路上当心 您走便是 嗯 我低会小心 绝不会 让某人瞧见 裴眼珍 明明是你对不住我 你不去找你的秦小姐 在这里阴阳怪气做什么 你便如此想让我另去他人 你以为 我如今还敢对你有什么期许吗 四年前 圣上下旨合力之时 我便该 阿贓 我单说 我